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增加变量显示 这个增加变量显示呢 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好 我们说了增加变量显示目的是什么 观察你模型的参数 以及损失值等量值的一些变化吧 那也就是说 如果啊 如果说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 对吧 你现在呢 训练的部署非常大 对吧 后面我们会这个部署呢 1000步 1万步 那你要运行多少 运行这个几小时 那几小时你没有打印这些日志 你在哪里看 就可以在我们偷測部的里面看 那怎么看 你是不是就关注这些 这个 当然我们这里还没有准确率 因为我们是一个回归问题 对吧 只是看一下损失 还看一下什么 比如说你的权重偏质怎么变化 就把这些值去拿来去观看吧 是吧 观察一下它的效果 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效果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添加变量啊 注意了 我们要去添加 添加变量的在添加变量在我们的当然这里啊 添加一些这个参数吧 参数或者说群众 群众参数损失值等 在TensorBoard的一个观察情况 U-O-A-R-D 在TensorBoard的观察的情况 好 那我们要做一点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吧 好 那这个事情怎么做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在你去建立事件文件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去做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增加变量显示 那有两步 一步是什么 收集人 你得先收集起来 收集什么呢 收集的损失函数损失值啊 还有准确率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准确率 不是一个分类问题 对吧 你是一个回归问题 那收集怎么收集 Skala 在Summary里面 有个叫Skala的 是不是对应着我们的后台 这里面是一个Skala 是吧 那你收集的东西在哪呢 就是在刚才我们那个地方显示 你的Name 就是你后台的这个名字是什么 注意啊 这个Name是你在后台显示的名字啊 然后这个是什么 是你某一个Tensor吧 所以你要收集 比如说你要收集损失 是不是收集这个Tensor 是不是这个啊 这个是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Histagram 收集高维度的变成层 是不是你这些 比如说权重偏制 是不是高维度的 当然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特征 所以它的值也就有一个啊 如果说你有一百个特征 对吧 你就可以收集一百个这样的一个权重和偏制 去进行看 对吧 好 这个是Image 这个我们先不用 那我们先用的Skala和Histagram 那这个是你先收集的 那我们就先收集变量 收集变量呢 我们这个东西到底写在哪呢 一般是直接写在绘画之前 我要去收集你的变量 好 那我要在这里干嘛呢 收集变量 收集变量 Tensor吧 收集Tensor啊 不是变量 因为路子也不是一个变量嘛 收集Tensor 然后呢 这个是 啊 在这个 直接收集Tensor吧 TF.Summary. 我们先把损失收集出来 损失是什么 哎 路 Skala 它是一个单变量的 对吧 Skala 我要取个名字 注意了 这个名字是在你后台 看到了 比如说叫 为了与前面区分啊 我就取一个这个名字 可以吧 然后我把路子 这个路子啊 这个路子 辅助到这里来 就可以了 好 收集好一个 哎 假如说你还要收集什么 背的和Bios 那是不是 如果啊 你可以在这里 可以通过 这个Summary.histogram Summary.histogram 好 我取个名字叫 W-E-I-G-H-T-S 好 然后呢 我的值就是位置 然后 再来收集一个 把我去 偏制也收集 个 偏制就先不收集吧 反正都是一个啊 其实看到 没什么效果 没什么东西 好 收集Tensor之后 这是为第一步啊 哎 第一步 收集Tensor 那么收集Tensor 那我第二步干什么呢 第二步要合并变量 写入时间文件 好 所以呢 我们要确定一下 第一步 我们这个地方呢 要这里写一下啊 第一 收集变量 收集变量 第二步 去合并变量 写入事件文件 那你的Tensor 看Tensor 看的时候 是不是就依赖于世界文件 对吧 那所以我们就这样 先第二步来了 合并变量 也就是说 你先得 实现一个merge 这个merge 都是固定的先法 收集变量呢 都是增加变量显示 这些都是固定的先法 那merge 就是把你三个 合并在一起 合并在一个merge 那这个merge呢 其实是一个什么 op吧 我们说这些操作 是不是都是op啊 都是op 所以我们就把它先 当作我们定义一个操作的op 所以我们就在绘画运行之前 去做 可不可以啊 好 比如说我在这里呢 在这个地方啊 合并变量 定义 合并变 合并 tensor 的op 好 那这 tf.summary.merge 哦 好 好 merge 然后呢 直接返回 merge tf.su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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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参数 有一个参数 if要注意 这干嘛 i表示第几次值 因为你要观察 从零次到99次 这个损失的一个变化过程 是不是 每一次都要记录啊 是不是 哎 你要观察这个过程 你要每一次都记录 所以你每一次 哪一次的损失值 要放进去 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每一次的损失值 是不是 运行的trainop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 可以把我们的合并变合并的这个tuncil给运行的话 哎 我们就运行合并的 注意了 这是运行 所以必须得在绘画当中 tuncil 那 比如要取个名字叫summary 等于 mary 等于tf.session 点run run哪一个 是不是刚才合并的这个东西啊 好 这个值合并出来 好 接着 我要干嘛 是不是要把写进去吧 把这些 每一次的变量的 每一次的坑色的值写进去 那fuel writer 是不是这个值啊 好 点 干嘛 add summary 好 先 好 每一次的损失值和权重值 第几次的值 是不是就i吧 你500次的值 是不是写进去了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先把这两个 先删掉 先不管这两个 然后再来看一下 运行一下 我们的summary写错了啊 summary 看一下在哪个地方 在这里 summary 好 这个文件也生成了 因为它已经生成一个 把图已经记录了 好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好 那么它运行结束 这里也有了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重启 对吧 没有 再关一下 好 那同理 我再去刷新一下 我们的存子board 好 我们来看一下 scala里面是 是不是多了一个东西 注意了 看到这里 是不是多了一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的名字是什么 scala 我们收集到哪一个东西啊 是不是损失 是不是命名的吧 这个名字就是这个东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损失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你从某一个损失值 它的经过500次的 一个下降的情况吧 当然 由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型 比较简单 对吧 就我们是准备的 非常简单的数据 你训练过人呢 这个损失肯定是 下降比较快啊 那如果说你这个 模型比较复杂 对吧 等一下我们再看 那个模型复杂的时候的 损失变化情况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位置 当然这个位置啊 比较奇怪 因为什么呢 它是以高维度去展示的 但是你只有多少个啊 就一个 也就是说你处置的话 只有一个值 然后一直到什么 到对吧 500次最后一个值吧 当然 所以这里你看不出来 一个东西啊 它是以高速分布去展示的 所以你看不出来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位置 翻到loose里面去观察 看见位置一个值的 变化情况 能理解吗 当然你有五个值 十个值 一百个值 它观察就非常免质了 就是一个高速的一个值 后面我们会有这样的案例 那么 这个loose 对吧 如果说你模型复杂的情况呢 它这个loose呢 有可能这个准处率啊 或者说你这个损失啊 变化是这样的 非常复杂的情况 这个地方 我给的这一端图呢 是 某一个东西 我训练了六千次的一个 应该是六万次的一个结果 就是你的损失 六万步啊 六万步你的损失的一个变化过程 哎 损失变化过程 是不是一个曲折过程吧 对吧 哎 从第零次到第六万次 它的一个过程吧 当然这个后面的这个什么loose啊 不用管啊 它只是一个显示对比的过程 哎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值啊 就这样的过程 当然我们的模型的比较简单 你的损失就这样去过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收集变量成功了吧 当然 我们再一次看一下我们的图的结构 好 那对于model啊 里面 应该是我们的loose loose里面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东西图啊 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summary 是不是摘要啊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收集的是不是loose啊 所以他给他标成了一个这样一个摘要网 哎 我们可以结合图去看这个 对吧 然后有的简头方向 处理化的一个方向啊 其他的op节点啊 以及你的一个常量啊 常数的一些占量是不是都有啊 哎 这个图就是这样的结构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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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